我们这次跟大家介绍一些无人机相关的知识 无人机其实在这几年的变化相当大 我们可以从最早期看到一些很便宜的 近乎是玩具的一些遥控飞机 到今天你可以用它来做相当相当多的应用 这是我之前在帮冯甲大学的学生做的一个演讲的内容 他们我记得那次应该是研究生吧 那我在2019年我们又重新再看一次 其实内容一样还是有一些值得参考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章鱼江 章鱼哥我是土木技师 我有一个芝加哥伊利诺州立大学的MBA 那我本身有台大土木法律的双学士 土木跟法律的双学士 我有个台大的硕士 我们其实可以从各个方面去分析 来看无人机其实不外乎就是一个空中的机器 那我们在地面上看到这个计划 Google已经结束了 但是它还是充满了一些想象 我们最近在听到的一些消息就是说 其实自驾车就跟MP3一样 你现在的车子就跟你当年买了一个MP3一样 你现在不需要MP3呢 因为你的音乐其实会从网路上串流下 你不需要去买CD 那你以后也不用买车 因为你需要车的时候 你就叫它 它就会来 你等到你用完车了 它就会自己再回去服务下一个 它不像GoGoro一样 这些租借的东西都是停在那边 你租借的车子其实一直在路上跑 你要它的时候它才会过来接你 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充满了机器人 比如说很多人家里有 那无人机其实是空中的机器人 它当然也可以拿来做武器 可以拿来做货运 这计划其实Google已经结束了 这个计划后来没有进行 那无人机其实还有什么特质 就是说它本身其实是能够 这跟区块链有点关联 因为它其实是去中心化的 可以用来做去中心化的应用 各个无人机跟无人机之间 其实可以自己去进行相关的协同作业 不需要透过一个装央系统去运作 那在2019年的时候 你在台湾的灯会看到 Intel有用无人机去呈现了相当多灯火秀 那实际上它用到也是相关的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这段影片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以前 它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形态 它感受到彼此无人机的内容 然后就去做相关的移动 这是一个TED的演讲 它其实充分地呈现无人机 它能够做到几乎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影片 其实也是同一个教授 这是印度的教授 他做的一个 宾州大学的一个印度教授 他做的一个无人机的开发 他的影片里面呈现出来的是 他的无人机可以变成一个乐团 他可以去演奏一个007的主题曲 他相当有趣的一段影片呐 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然后再看他演奏到最后这个007的主题曲 另外的话 另外一个瑞士的教授 事实上他做的无人机的开发 可以充分呈现出无人机运动的特性 他可以让多台无人机去协作 然后去接球跟发球 他丢球进去 然后他就接触了球 然后他可以把球反弹回去 所以事实上在几年前呢 所以几年前大概就是2014年2015年的时候 那时候的其实一些空拍机无人机都相当 性能都相 跟今天来比性能都差很多 我认为他下一步应该是会更人工智慧 这是Pairot Pairot后来他们不出这种四轴的空拍机 这个是MD4 1000 它是一个德国公司所生产的无人机 它的飞机相当贵 但是因为你今天能够做到同样功能的飞机 已经不需要这么贵了 所以这间公司事实上它产的无人机 可能会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这是EB EB它是有翅膀的无人机 它不是像刚才看到那个是只有螺旋桨 没有翅膀EB事实上它也 它是瑞士公司 它也还发展的不错 因为定义机其实还是有它的市场在 而且我觉得定义机的市场 仍然是应该充分的去应用 手机的多镜头 会有更好的结果 但目前看起来 好像也并不是很多应用在这方面 这是我们之前我们公司 其实有跟美国公司买了一台 它可以随时起降 那当然就是说这些有翅膀的飞机 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的地方 就是说它可以飞很久 而且它可以飞很大的范围 你不容易用悬翼机 再一次飞这么大的范围 但是话说回来 你的悬翼机 即便不能一次飞这么大的范围 但是它确实是有个相当大的优势 就是说它不太需要起降 而且它能够比这种定义飞机 能够更缓慢的在空间上移动 所以能够捕捉出更好的结果 这个是大疆 大疆其实是一间深圳的公司 深圳的国际公司 它其实发展的相当好 它跟空拍机可以说是 同一个时间出生 它就是我们常常在提的 你要能够快速进入一个市场 然后垄断那个市场 那你就成功了 大疆可以说几乎是垄断了 空拍机的市场 这是我们在中兴心中用大疆的飞机 最早的飞机用DJI P2B 所拍的一段影片 但是到今天为止 你还是可以用大疆的飞机 轻轻松松就可以拍出 这种空拍的影片 这是定义机 那我们事实上可以在 这各种不同无人机里面 去看到它的用途 它当然可以用来做军事的用途 它也可以在相关的 这个政府端的土地开发 然后这个交通量管车 还是灾难预警去提供相关的功能 我们其实在马英九执政的最后几年 我们曾经在嘉义做动物园演练的时候 飞了无人机给马英九看 那他也有来看 但是后来他就 对他就任期就满了 他来看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说 不要跟他握手 我也后来我才知道 听说跟他握手状况并不是很好 我不晓得后来有没有改善 无人机其实在有一段时间 也很多拿来做恐怖攻击 那在农业上的应用 我们最近其实是一直在思考 无人机的一些订阅的服务 那在美国有一间公司 他们专门做农业服务的 就是说你跟他定每个月多少钱 他就会去帮你拍你的农田 会去分析你的农田 他可以用来做测量 然后他也可以用来做 像说我们去检查堤防 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 合作的厂商观点科技 他所曾经用机器人去 帮环保相关的一些用途 去做相关的应用 这是一个真空品 他就是机器人移到某个地方 真空品的法打开之后 就可以吸取相关的空气样品 然后再回来做分析 我们那时候希望把这个东西 放在飞机上面 后来我们其实没有把真空品 放在飞机上面 我们倒是把这个 这边有一个PM2.5的侦测器 塞在这个定义机上面 这个定义机飞过去 就可以把PM2.5的浓度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来做 编破管理 做3D模型的建立 然后也可以用来做这个 热影像的分析 比如说你用热影像的分析 像这边来看的话 这颗艾紫有点问题 因为它温度稍微高了 艾紫一般温度高就代表什么 代表它漏电 因为你如果没有漏电 基本上是不可能有温度的变化 不会温度变高 这是我们去竹山拍的一个空拍的照片 它是山龙浦断层博物馆 然后它前面有个电塔 这是风车 现在用无人机去做风车 风液的检测 其实已经有相当多实际的案例 然后这个是太阳能板 事实上你太阳能板这么多片 你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是你用无人机去拍出它的热影像 你就可以很清楚去分辨出 是不是某一些太阳能板 它本身 它要嘛就是脏掉了 要嘛就是它的晶片坏了 我们跟日本一间公司有合作 他们专门在做太阳能板 清洗跟检测 那这是后来我去日本看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日本公司改良了 DJI的空拍机 去做相关的热影像的应用 农业上的应用 其实最有名的 就是说你可以用MDVI 就是说你放两颗镜头 一颗是红外线的 一颗是可见光 然后你可以用红外线跟可见光 去做相关的影像分析跟处理 去确认说你的树叶 这些植物的树叶是不是有一些病造 那也可以用来做一些古迹的保存 这是之前我们在台湾民航法的规范 民航法现在的规范比较复杂 以前的规范比较单纯 就是你在机场原则上15公里之内 不要飞 其他的时间是可以飞 但是其实今天你需要去考照 然后你白天可以飞 晚上不可以飞 你只可以用眼睛去飞 你不能够说我戴一个VR眼镜 它飞到别的地方我还看得到 不行 你要肉眼能够看 漠视去飞行 然后你也需要去 限制你一个人 可以同一个时间操作的 无人机的数量 在航空上面 其实无人机的限制 台湾陆陆续续跟美国一样相当多 那我其实以免地年轻人能够再多做一些相关的服务 无人机其实在台湾 我认为不可能去做你的生产制造 你不太容易跟大家创新去竞争 但是相对上来讲 我们一直去思考 就是说你能不能用无人机做出一个像Uber一样的形态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无人机去提供一个随教随道 或者是说订阅式的 像我刚才提的美国内建公司 它们专门做农业的服务 订阅式的服务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像我刚才提的像Uber一样 你现在需要无人机去帮你空拍某个地方 或者需要无人机去帮你监控某个地方 比如说你怀疑你的女儿 跟你不喜欢的一个男生在一块 你就是叫无人机在他家附近盘旋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 能够提供新的商业服务跟形态的面向 那这个对 最后这是我的联络方式 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能够给我相关的意见 这其实是有一段时间的团片 今天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无人机 比如说新的应用 还有一些新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看大疆创新的一些新的无人机 它的无人机 它的空拍机 其实这几年出了很多有趣的空拍机 我可以顺便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比如说 我认为很有趣的就是这个Mavic Mavic其实它后来有几台 它上面还可以接这个 Bitcoin Bitcoin就是你可以用它来接这个 你可以用它来接闪光灯 它也不是闪光灯 它 它是能够在海边 能够一闪一闪一闪 能够去引导相关的船舶 还是其他的人可以回来 那另外的话 就是它有一款上面是可以接 我看一下商品分类使用场景 我们看这个DJI的Mavic 它其实是有一款叫做Enterprise Mavic to Enterprise 它还可以在上面装 像这一个是探照灯 它可以用来探照灯 去探照做灾难的抢救 那它还可以用来装灯塔 它装在上面可以让别人去看 看到这个无人机就可以跟着它走 那它还可以做热影像的分析 像这是它这一款 它也可以用来做很多倍的光学聚焦 所以它其实到这一款 它有很多有趣的功能 那我其实觉得它最有趣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用来做 看一下它有没有提 Enterprise其实除了 刚才我跟你提的说 可以在上面装这个 探照灯之外 它其实还可以装一个喇叭 那你知道台湾其实很流行 这种沿街叫卖的这种 广告车啊 事实上你如果说 有一个AI很强的无人机 当然它目前它的避障功能 我不确定它的状况是怎样 你如果有一个很好的 能够什么叫避障功能 就是你看到树啊 看到路灯啊 它可以闪盖 我以前在飞它的飞机 它号称有避障功能 但是下来还是打电线啊 那个案子让我们给了一台 那个飞机就 那次花了好几万块修 修那个镜头 所以你可以用来做 巡接的广告车啊 其实相关的功能跟相关的服务 还有很多可以开发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关于无人机的知识 其实这是我写的一本书 《无人机大未来》里面的摘要的内容 那这本书其实 也有一段时间 但是它其实里面还是有相当多 只是到今天来讲 都还算是先进的一些 内容也详实的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为什么需要订阅呢 我在其他的地方曾经说过了 免费的咨询 OK 谢谢大家